繼續回到即場搞到知名必答的環節 如果家庭觀眾有事想問Rafi 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鈕2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不如跟進內地方面的情況 見到三大股市都要下跌 上證指數最新跌18點 報22805點 跌幅有0.82% 移戶3300指數也要跌19點 報2436點 深淨城市方面跌54點 去到9360點 見到A股方面越跌越多 亦是下市2200點的關口 見到跌幅是三年的低位 Rafi 為何內地方面跌得這麼多 的確現階段近期內地股市相對走得比較弱 但幾個人數 當然從國比較樂觀的人數看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刻只是追跌現象 因為特別在五月份開始計時 不斷地強調 無論港股或歐洲股市 美股等等都好 其實五月份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但當時內地市相對沒有什麼跌 跌得比較少 其實當時和大家講過 市場是挺強的 但到這一計 反而到這些邊商 到港股或歐洲股市 美股等等 是債跌 但跌幅這一刻 其實慢慢是窄了一點的時候 反而內地市這一刻才追跌 所以第一點形成現階段近期 跌得比較明顯的因素 未走以來第二點的時候 都是這樣看 另一邊商的 大家都知道近期內地市 都是成交比較疏落的 亦正正配合上一節 譬如說港股那樣為例 每每成交低的時候 或者一邊商說 當然大家不可以入市 令到市升不起之餘 亦都變相形成容易被人夾過 夾低現象 所以你說成交這麼低下 形成第二點內地市近期 是容易被人側低一點的因素 這兩點形成近期內地市 相對做得比較弱一點 而另一邊商說回自己 內地本身的問題 正正也是經濟下滑的因素 因為過去大家都知道 之前一直撐著市 不太跌的 正正因為 是見到國內的經濟數據 不是太好 或者見到很多的 客人性的風景存在著 但另一邊也見到 其實很多的 政策、方案都不斷出台 去穩住經濟 穩上來的 但那一輪 我相信這一計 都已經反映在股市中 或者短線計 是利好因素已經炒掉了 所以這一刻 缺乏一些好的成績下 形成的市又再跌出來 我覺得是第三大因素 而另一邊商說的時候 你正正看到近期 連國之委方面都說到 接下來中國內地經濟 都會進入一個緊縮的時期 因為你會看到 過去幾十年計 內地不斷加速發展的時候 上到這些水位 再配合近期的外圍 都不是太理想的情況下 沒有什麼必要 可以這樣說 內地自己是走強的 所以稍微緊縮一點 我覺得是正常的 但這個時期裡面 講緊縮的時候 大家都比較害怕的 所以形成來說 整個市的氣氛 也不是太好 所以幾乎加起來 令內地市相對比較弱一點 而最後一點 就形成一個IPO現象 大家都知道 內地近期都比較多IPO 去招股 或者擴免因素 形成內地流動性 又再一步收緊 這些全部都是基本上 形成了內地市 也有個明顯的跌勢 而且另一邊相說 技術上看起來都比較弱一點 今天這樣下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跌穿了 今年3月29日的低位 大概2242點 短線計 不能夠回到上天左右的時候 我覺得內地市 有機會做一步走低 但是下一步看什麼位置 如果從我圖背上看 仍然都是 以今年1月初第5號 低位2148點 做短線一點的支持 我相信要看 未來2150點 對這區間 能否受得穩 如果變相不穿的時候 暫時仍然力步不失 但當穿下去的時候 我相信再一步調整壓力 是存在的 謝謝Rafi 內地方面的分析 之後 和你跟進一下 電力股 今天來講 繼續發力 幾隻都是創了52週的新告 先看整個版塊表現 華人電力來講 升兩仙 去到15元 華人角電升1.4% 報5.7 華電國際要下跌1仙 報2.36 中國電力來講 去到2.01仙 暫時沒有升電 大唐化電升3仙 報3.07仙 華人國際電力 902 991 大唐發電 還有1071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 三隻電力股 今天來講都創作高位 不如分析下跌電力股 我記得 我們都不斷跟觀眾說 煤炭價格方面 下跌 煤炭股 做得不好 反而看到電力股 有個優勢 每一隻來講 每次都創新高 家庭觀眾是否應該要追入 電力股剛才報版五隻計 三隻都創新高 另一隻2380 中國電力 亦都靠近高位走 唯一落後 相對叫落後 就是華人電力 但其實他走實上都不頑 只是升勢不夠那麼強 所以面上計 整個板塊 或者五隻 這樣看 都算是近期 非常強小的股份 正正形成大家 開始留意的一個板塊 因為電力股過去 大家都比較忽略 但到這一刻 情況 無論基本面上 或者技術面上看 都真的完全扭轉了過來 其實早幾天都不斷地說 雖然形成這一刻 仍然有資金去追捧 但主要你問到 仍然問到還可不可以去追入的時候 或者現在才去追的時候 我這樣看 當然我不是否定 它仍然不能升這個因素 我覺得勢力上好 以個個別圖背上看 或者直播空間計 應該理論了一陣抽 但問題就是直播空間因素 直播率的問題 這一陣抽究竟直播率有多高 或者是否能播得過 也得到大家考慮之一 說明上如果之前沒有去追到 現在還考慮去追的時候 我就反而不是太建議了 反而我覺得 等我們正在這一陣 調整下來才做回吸納 中線的持有是比較可取一點 因為我覺得電力股 應該下半年計 自己都看得比較好的一個板塊 因為其實之前說過 除了鏈像所說的 煤炭價格跌的因素之外 其實幾個因素都有利益 一來的 煤炭價格跌 煤庫存也比較高 形成煤價 就算下半年不再跌也好 之前說的 升我都覺得沒什麼大升 所以這一點 營成對你成本壓力的 舒緩性比較高 而且二來 減息因素 我相信中央也會佈有一個 即是叫做減息的周期 每天減一次之後就不減 其他往後繼續減的時候 特別以國內這麼多行業計 其實電力股相對負債 是叫做比較最高的行業之一 所以減息的話 對它的受惠性或舒緩性來說 是比較高的 這一點也有第二點 形成自己下半年 對電力股來看 仍然看法都比較正面 而第三點計 始終它的電價因素 雖然這一計 依然存在一個缺口 或者跟不足 但是看到慢慢 終於從了很多途徑 上了電費價格 我相信 有望慢慢跟貼現在的正常水平 一點是自己看起來比較樂觀 而且最後一點 隨著通脹慢慢做 舒緩下降等因素的時候 我相信更加多空間 是要做更加多政策 是有利於電力股 所以我覺得 在看法上看是挺正面樂觀的 只不過問題在於 短線國備界叫累積升幅過大的話 我相信如果要考慮也好 變相都是等它回調下來 才做吸納 但當然 如果在升之前已經有上車 或者是部署過的時候 那這一刻就先拿著 甚至乎 如果到這一刻 真是很忍不住 想去上車的時候 剛才也說到的 五隻裡面計 三隻破頂 一隻在高位走 另一隻落後 所以要選的時候 我相信很建議 現在這一刻 去到八三六 相對比較可取一點 因為除了落後之餘 它的安全性上計 我相信是五隻裡面 是最安全的一隻 所以如果有變相選 我會建議選一隻八三六 在六月二十二號 法國位方面 就說了一些數據 說到五月 全國電力供需方面 就是平穩 但其中 水電發電量 就增加超過三成 看到水電方面的需求 發電量 就有個明顯的升幅 會否可以看到 未來的趨勢電力股 會放多些資源 在水電方面的發展 當然 你看到傳統用火電為主 到這一刻都是 但是看到一個升勢來計 水電是開始上來的 所以你會問到這一點 我覺得都問得正常 就是個別電力股 會將資源 或者壓度 慢慢分配 其他的領域上面 或者水電行業上面 當然見得到 其實他們很多隻 都慢慢有這樣做 但我覺得這個程序 或者這個進程 是比較長線一點 甚至乎來說 我相信初一段看 額度不會負得太多 業務上比例計 都依然以火電為主 所以這階段我會建議 都依然以火電做最優先 更何況來說 水電這刻看到內地 是不斷上來的 但是叫佔比上計 或者成熟程度去看的時候 都遠遠不及 或者仍然是初步階段 所以我會建議 現在都以火電去看 好,麻煩你 再補充一下 Rafi剛才分析了幾隻電力股 最好是836 它的值得空間為之高一點 家庭觀眾都可以留意這一點 麻煩你 Rafi在電力股方面的分析 我和你做分申報 剛剛談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到 沒有 好,麻煩你Rafi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會有另一位分析員 和主持人在和大家聊天 如果有事想問我們 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是2804-6566 或者很歡迎繼續發送Email給我們